字幕志愿者 李宗盈 冰冬军长 潘文安 主打 安传農業 担任農民团体 富日本参丁 冲夏南台湾五冠七 海外联合营销 新的李宗盈 我们南部这个农产品初级日本东京 那我个人在农业市担任国际部处长 这个国际行销 是我要跟我们各县市一起通力合作的一个重要业务 那日本市场真的很重要 我们去年 外销全世界我们台湾的农产品 一千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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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于说第一它的消费水准高 国民所得高 但是它的难度就是调替 日本人很调替 所以我们这次如果继续出击日本东京 有好的成果的话 这个对我们台湾农产品 悬销全球各地 真的有非常好的利益 今年台南市政府农业教 将于台南最新的品牌行销 台南市农产品 农市利益生産 这座过程严格百官 严格减切 农亚的产流 申请相关的食品临政 并且提供有机的农业 生産富合消费者 其他的农产品 以台南严算的概念 提供消费者 有良农产品的安心算贴 这边由国际率领 我的官司党 联合出局 到当地参加这个食品店 意义严重復环 第一项就是说 我们突现南台湾食品 共用的重要性 几十年来 我们南台湾的 農民也好 市民也好 点点共用全台湾的食品 但是更可笑的 叠得中市更少 辛苦更多 这边由国际率领 我的官司党 联合出局到当地 我们不只要让全世界人 看到南台湾 很辛苦 所生産的农予産品 也要让我们台湾的 鄉親材料 是南台湾 很辛苦 供应全台湾的鄉親 这个食品 大家都应该要 競修 农亦民也競修南台湾 第二是在替台湾找出路 无论是这边去当地 或是接涉 要去当协 或是国际已经探访 伊斯兰 中东 我觉得这是替台湾找出路 台湾可以说是小国寡民 但比较高兴的是台湾这几年来 交友非常成功 台湾也是已经是一个 全国座的国家 所以我们应该要走 国座的路线 不应该把所有的机能 放在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去日本 未来要去当协 或是要去重当 甚至很多国家 其他国家 这就是台湾应该要走的路线 南台湾是重要的牛村 五位冠市首长为到農协夹的出路 走出台湾 作为参加冬警国座食品店 将南台湾的農协夹産品 行销到亚洲国地意义非凡 高雄市长担当 期待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让世界看到南台湾 今天我们五位县市长 同时参加东京食品展 我想这是一件大事 也相信我们一起 大家看到 我们对台湾 我们南台湾 我们对农业农产品的努力 我觉得这很厉害 所以也让大家看到 南台湾的粮仓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希望把我们优质的农产品 能够行销到亚洲 行销到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作为民进党的 县市首长 我们有这样的责任